七百米後到達目的地 三百米後到達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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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這裡是開平流江 這條村叫新嶺村 很漂亮的一條村 左邊就是一個水塘 右邊有一個水塘 現在走到一個牌坊 在外面 是一個功德碑 這裡可以看到就是 礦路置機 不知道是不是這條路 這條路很漂亮 一路開車進來 這裡有個大榕樹 文化室 阿叔 我只是拍你們這條村 你們這條村很漂亮 你們這條村姓什麼的 姓吳 好像是姓吳 那裏寫都是 現在多不多人在這兒住 都很多人在這兒 這邊交通比較方便 比較發達 我都覺得特別是那個人 我覺得是 那個人 做老闆 這條村 是嗎 是的 這邊比較方便 這邊的交通 這裡幾棵樹 很涼爽 上來這裡就是 這裡看到是 有一棵大榕樹 這裡幾棵樹 四棵樹 這裡有個土地 後面這裏是一個籃球場 這裏是一個籃球場 那邊有水河 阿叔 這邊也是 這邊連那邊也是 哦 你們這條村子很大 好 麻煩你先 我過那邊拍一下 這裏是一個公德碑 那看到這條村 是姓吳的 那些善長人翁 捐錢的那些都是姓吳的 這裏是老人家在這裏 村口這裏 有個地台這樣高了 旁邊呢 文化室 新靈文化室 這裏 看到有人在這裏打麻雀 那 免得走過去了 走這邊看看 這條村子 有新屋 有舊屋 水塘這裏 有湖南 有多漂亮的 這條村子 挺漂亮的 挺漂亮的 這條村子 挺漂亮的 有幾個水塘的 這裡又有一個水塘 那裏是舊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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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 有些像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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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舊的那些 生產隊的設施 不知道是不是 這間局很漂亮 幾層的 这些都是几十年的屋 这些屋子很漂亮 这条村子也挺多人住的 这间就是 新岭村第十四巷一号 这间是三层 这些巷也挺漂亮的 这条村子都泡泥了 你看到这条村子有多少人住在 巷尾有只狗 这条村子都泡泥了 这条村子都泡泥了 新岭村第十五巷一号 这条村子都泡泥了 这条村子是古老屋 那条村子都泡泥了 这条村子都泡泥了 这些都泡泥了 这些都泡泥了 这些又不像有人在这里住 那应该都是逢年过节那些被返回那些 那些走到那边看看 有兩隻狗,這條村的狗都不叫 很多村的狗都叫 她看著我 如果狗不叫,這些村比較多人來往 那些村比較多生寶人進來的村 如果不是,狗就會叫 現在走到那邊看 現在就是牌坊這裡 這個水塘 好像有魚,這個魚塘 看到下面好像有魚 這個魚塘很乾淨 就是另一個魚塘 這間就是 一間爐,一些都很新 這些 走過這邊就是 這些房子就很新 建得很漂亮的房子 兩層半的房子 這間就是 新嶺村 第8行2號 這間屋有沒有人住 這間屋應該沒有人住 這間屋沒有人住 這間屋真的沒有人住 這間屋真的沒有人住 叔叔 這間屋沒有人住 沒有人住 已經荒廢了很久了 是吧 是呀,這些都看到 哇,這些鐵門很漂亮 以前的鐵門 這些 這些肯定是華僑屋 是嗎 是呀 這些是新建的 這些很漂亮 你住哪間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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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屋 是 這間屋很新 這間屋就是 新嶺村 第6行2號 這些屋真是 村民說 幾十年都沒有人住 鐵枝很粗 這間屋 這條村 其實環境很漂亮 進來就幾個水塘 這條村都幾多人 這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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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一個牌坡 這條村 又可以出去的 是嗎 幹呢 有雨址 Hudson 德芳 阿梓 沒事 這條村也沒甚麼 噢 那邊是水塘 自從栗塘 這是沒有路 到那裡 那條路應該是單車可以吧? 小車就行不到了 小車就行不到了 這裏很舒服 這裏很舒服 這裏很涼爽,這裏很涼爽 這裏很涼爽 那裏是村頭,這裏是村尾 這裏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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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是啊 有空回來了 是啊 這裏有條小路 走路可以走進來 電單車也可以 那裏有些兒童的設施 那裏有些兒童的設施 這裏很漂亮 這邊就 現在走到那裏 那裏有很多老人家 這裏有很多老人家 這裏有很多老人家 在這裏玩 �젖 這裏就是新好村 第2行 這是新浪村 第3行 這近三行 這村邦挺多人 後面整個小屋都挺新的 小孩在這裏踩單車 這條村很乾淨 沒有什麼雜物 都在這裏 這條村挺舒服的 小孩在這裏踩單車 這間是幾十年都沒有人居住的 那些是馬橋古屋 這裏是新的 新屋 兩層,不止 這裏是很漂亮的 要來演看才知道 很漂亮的 像爐的風格 大家看見 可是這裏是第一一步 都關起了 的 這間是新嶺村的文化樓 看到人在打麻將 千萬不要問他 這間是村口 人家平時沒什麼事做 休息一下 現在看看這裡 出來的村口 這條村 整條村 風貌 看上去是很漂亮的一條村 兩邊都有水塘 看上去是很漂亮 就是新的那間屋 現在在這個角度看上去 就是很漂亮的一間屋 這是很新的屋 但風格就是以前的爐的風格 今天這個新嶺村 又拍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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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